张艺谋千万豪宅六辆豪车,冯小刚十亿豪宅跟他家别都太憨酸!Lertico Blake提约了新闻Glanta World。 张艺谋曾说过自己是农民出身,但看看他的千万豪宅和六辆豪车,你敢相信他出身农民家庭吗?太富了吧! 张艺谋和小32岁娇妻臣亭的大别墅,外观十分的雍容华贵,就这别墅在北京至少都要个几千万!别墅有好多个车库,以供导演张艺谋放他的六辆豪车。 大别墅的后院有甲山人公和,非常的惬意,午后在这里休息肯定非常的舒服。 单单是这些装修,都要几百万。 不仅如此,家里还有游泳池。 据悉该豪车每平民五万,家中有豪车六辆,这辆宝石皆是张艺谋作驾,专职司机三人,保姆二人,陈婷没有具体工作,平时就是管家孕儿。 看到张艺谋的生活已经够好了吧?当你看到冯小刚的那绝对会吓一跳。 据说冯小刚的阿别墅价值是一单单是墙上挂的那幅画就要两千零七十二万元,这是最贵的一幅画,当然还有很多几百万的画作,冯小刚很喜欢收集这些作品。 冯小刚的家里不仅有自己的工作室,还有视听室,书房,游泳池,游戏室等等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拥有的。 没想到一个导演也能赚这么多钱,实在太厉害了,除了让人佩服他们的专业能力和赚钱能力之外,也真是让人羡慕极度啊。 不过当看到杨丽萍的宫殿时,才明白原来冯小刚的是一豪宅跟他的两座宫殿是无法比拟的。 杨丽萍的两个宫殿,分别叫太阳宫和月亮宫,价值当然也是几个亿,但比其价值,杨丽萍能赢过冯小刚的原因在于这里像个人间仙境,像不被外界污染的世外桃源。 都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杨丽萍是边做饭边欣赏而海。生活够惬意吧?杨丽萍过的这种生活不正是人们一直想要追求的吗? 在大理,生活节奏慢,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气息,让自己的整个心态都放松,这是金钱都不能比的。 因为杨丽萍比较出名,所以他的两个宫殿都成了游客参观的场所。 整个宫殿都充满了鲜花,被鲜花簇拥着,被尔海包围着,杨丽萍的这种豪还真没几个人能比得上。 通往尔海的玻璃长廊,在这里合一盏茶,享受下生活的惬意,人生别提多美好了。 虽然张一谋,冯小刚,杨丽萍的豪宅非常好,但却有不少网友诟病。 很多网友表示,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就是不如娱乐圈来钱快啊,以后都进军演艺圈了。 以上内容来自网络,出处不想,如有侵权,一经联系,立刻删除。